這個是什麼 美麗風景的左上角 出現一個黑色橢圓狀的物體 非常詭異 這到底是什麼 一看的黑黑也有可能是焦 沒可能是那個大這個 那有聲嗎 沒聲就沒聲 在2015年的7到8月間 這民眾在蘭嶼的環島公路上 想要用手機拍下眼前美景 突然之間眼角漁光 看到左邊有一道黑色物體 在空中距離大約500公尺 他馬上往左邊移動手機 拍下這張照片 在蘭嶼東青灣的天空上 竟然出現一個橢圓狀的黑色物體 以超乎想像的速度下跌接近 目擊者回家後耿耿於懷 打開地圖一看 發現不明飛行物移動的路徑上 有棟建築物周遭附近 竟然呈現一個完整的正圓形 建築屋頂的高低落差 在浮角的視角之下 還呈現一個三芒星的造型 無獨有偶 同年三月 蘭嶼當地民眾在坦克岩上垂吊 發現空中有不明光點 快速移動約20分鐘 最後墜入海中 想不到兩起不明飛行物事件 接連發生 讓蘭嶼最風光明媚的景點 填上神秘色彩 記者賴詠誠台東報導